多个画面可以看到多名救护人员合力使用长背板及绳索将摔落山坡下的伤者给吊挂上来 带您关心救援情形 你把他是不是先把他处理一下 拼除一下 不慎跌落山谷的是一名18岁的张姓男子 21号中午12点他骑着机车行津嘉义台三线路段 却不慎在313.6公里处时失控自摔 整个人连人带车摔落深约10公尺的边坡 请将人员获报到场抢救 而张姓男子身上多处擦错伤性好意识清楚 被送医治疗带您听一段访问 据了解这已经是近日内台三线阿婆湾路段发生的第二起交通事故 14号那一天才有一名年约30岁的张姓男子骑乘红牌重型机车 自撞边坡护栏后重伤不治 这一回又有歧视在同个路段发生意外 警方也呼吁山区道路弯到众多用人 因减速慢行避免以防危险